歡迎收看我們WQ姐妹會 我們想要看人緣很重要 我們要做一個討喜的人 我們最不喜歡做一個不討喜的人 那今天要探討的就是說 我們站在男人角度來看女人 女人角度看男人 男女哪一種角色呢 是讓人最不討喜的 我們盡量避掉他 首先介紹我們的專家曾陽晴 大家好 大家好 郭乃馨 大家好 艾莉克斯 大家好 我們請我們的新住民來探討 各國男人最不喜歡女人的類型 我們先請Kim來探討 OK 好 我這裡有個... 這個一定是Kim嘛 這就是一個小部分的 不過好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困難問題 就很熱麻煩的問題 舉個例子就是 比如說 像小明這種身材 或者海鹽 穿的那種緊身的牛仔褲 然後說 老公啊 看起來會不會胖喔 有一個... 討厭... 那個都討厭 等一下 我們在說討厭的女生 是不是 可是不是啊 這是你們女人討厭 男人會討厭嗎 男人很討厭這樣 不會啊... 不會啊 這一次來 不會啊 不好意思 你們沒有搞懂 那個 比真的太胖好啊 我就是要說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小敏穿的話 他們不會覺得討厭 可是如果是小甜甜穿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歐陽 就是我... 我還沒講完就是說 教室說是歐陽生 我這種同樣的時候 老公會不會看起來比較胖 他就很尷尬 我... 對 是比較胖 要講實話還是說真的胖 他就沒有辦法說實話 所以有時候你給你先生 一些問題 他沒有辦法吐實 他就... 很尷尬 女人還是比較... 比我們了解女人 還有... 就是說 男人本來經你的生日那些 有的沒有的 很麻煩啊 可是有些女人很喜歡說 老公啊 你還記得今天是哪一個 哪一天 什麼日子嗎 對啊 結果生日有沒有忘記 他也很緊張啊 說 就是今天我們第一次見面 你還記得嗎 我的天啊 這個... 這個倒是男人會滿... 對不對 或是說 下個禮拜 是我們結婚十幾年了 有嗎 他忘記... 那天就是我們公證的時候 那是下下個月才是正式 我不要記得 我就快受不了 我覺得這個的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是貴的才叫我 因為這一天我所簽的 我就是最終討厭的女兒 妳會問她 我...我不會問她 我就是 就花在月曆那邊 花了月曆 對 因為以前她會忘記的嘛 忘記的為了 這樣子就會吵架 所以我改變我自己 所以妳會記得很清楚 我...當然會記得啦 然後我就想說 以前就會吵架 因為她忘記的 所以我後來就像前一年我畫的 千兩個月就畫好了 我們是這一天 沒有啊 我們已經要怎麼樣... 她就好了 是不是那一天早上我去上班了 從八點 我一直跟著我電話 電話什麼時候回來 電話什麼時候回來 電信什麼時候回來 話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都沒有 沒有花花、沒有電話 好可怕喔 對啦 十一天早上 有一個電話來了 我就聽到我電話 然後我就... 她電話跟我說 對啦 今天妳十七年結婚啊 恭喜... 妳今天要去哪裡 我就在那邊演了 對 一發火候 沒有 我們晚上還不知道要去哪裡 有期望 謝謝妳了 快點後就是吃得莫名其妙 就是什麼是別人打了 過兩個小時我老公打了 那個時候活久 已經控制不了 老婆十七年 我們今天晚上要去哪裡 睡覺了 妳不要上班了 妳不是說今天要出去 快點啦... 前天叫妳要去哪裡 去哪裡耶 現在是幾點耶 妳知道已經多少了 電話給我說 沒有... 那他幾點打了耶 下午 他下午 大概一點 一點也還早嘛 可是別人要比他燒塔啦 誰 誰都是警告人員 害人啊 好可怕 說啦 我就轉進來 我知道我不對 其實每天我們早下 找得到瓜哥最好 瓜哥也知道了吧 我們應該對我們螢幕這樣 這種女人討不討人厭 你也好 可是等一下 不是 等一下 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 這個女人 好可怕 LX 好可怕 可是要講的話 下個月自己又來一次 婚姻把她花 這個是錢的 是什麼 這個就是下個月的事情 是什麼 觀音娘娘誕辰嗎 這個就是被這十八年 七年十七年 過一個多月 十八年的週年 我們十八年 婚姻在我們家裡的 結婚週年 婚姻花好了 婚姻花好了 是不是這個了 婚姻請淘汰了 你自己趕 幾號幾號十九號 十二月十九號 十二月十九號 我最重的懇求WTO的工作人員 不要打電話給Sandra好不好 拜託 要打晚上十二點再打 所以我跟你說 我現在慢慢等 我現在慢慢等 這個你 Sandra我問你 你記得你爸爸生日 媽媽生日嗎 有一定搞不清楚 對啊 對啊 要說我會搞法 他自己的東西 他搞得很清楚 那我問一下 那你先生的 你先生的生日這些東西 你都會幫他慶祝嗎 我會記得 那你先生的爸爸媽媽的生日 你記不記得 我會記得 我記得比他還慶祝 我記得比他還慶祝 還有言語律集 所以他自己爸爸媽媽 比較可憐一點 看你那麼粗 有時候會搞法 Kim還沒講完 OK 好 第三個就是 英文叫做Blast from the past 也就是說過去的一個寶貝 也怎麼講就是說 你結婚以後 總是關係就變成正常 也就是說我對你討厭 可是你不要提到 過去那個男的 高中那個男朋友 會用法式的蛇丸來勤我 法式的蛇丸 或者我以前的男朋友 奇怪 真的 那個男的多棒 從來沒有跟我吵架 你老公可能跟你說 那你幹嘛沒有跟他結婚 對 就會有 就不要提到前男友 對 不要 對 跟女朋友可以 像我們姐妹在一起 有時候問那種 我們不會喔 喂 我們不會 對 跟自己老公不要這樣套 他不會欣賞你這樣 最後一個就是Bird Appetite 是很少 你找 那這個肯定不是Sandra 你小心 你小心 Alex Let's go 你起床 她是Elephant Appetite 老師 誰在你也開 叫我出來 有嗎 Sandra不是很愛吃嗎 這個情況 我哪有了 這幹嘛亂講 我聽說她愛喝 愛喝是愛喝 她是鳥味的 鳥味的 這個情況在美國 我男生非常討厭 因為如果說一個男人 是對你真的有很誠意 他會請你去一個 滿不錯的餐廳 吃飯 那就是說 你要點那些什麼 開胃菜 還有沙拉 要吃得好 那你不要再 她好好請你出來 結果你一來了一頭 我現在在減肥 我不要吃太多 怎樣 對 很討厭 然後我就 剛好有請她是 剛好有請她去吃Buffet 你看會不會掉眼淚 對啊 推倒 對啊 這點有幾個東西 我滿贊成的 女人來看女人角度 絕對比男人看女人角度 還要準確嗎 不錯喔 分析整理得很好 來 蕭銘呢 在韓國有一種女生 讓男生非常的討厭 就是整形過的女生 真的嗎 說實話 韓國不是... 不是 那外面有講完一下 請問一下 會常常說虛的女生 男生都會討厭 那個很討厭 那個很討厭 你還看虛老人家 對不起大家 沒有 他是虛Sandra 他們也虛我們 對 對不起 你說男人會討厭女人整形 對 就是怎麼說 因為整形沒有關係 因為你可能對美的要求 你整形沒有關係 男生是討厭是說 你明明就是整形 整得很兇 根本前後差距很大 明明就說我是自然美女 我都沒有動過到 我是天生麗子 對 他們是討厭在這種地方 討厭是說謊 很多韓國男生 就是交往的時候 就可能就喜歡美女嘛 就整過型的 或者是都沒有關係 可是很奇妙的是 因為他們要找結婚的對象 他們寧願找沒有整形 醜一點沒關係 可是也不要整過型美女 我覺得其實我身邊很多男性 有人看法不一樣耶 其實我身邊很多的男性 有人他們對整形 現在都非常能接受耶 你知道我曾經問過 很多男生的朋友 我說如果你們知道 你們的女朋友 胸部是坐的 你們會覺得怎麼樣 他們就說 坐的比沒有好啊 來 孔鏘 對 她害我的國家 很多人 我 包括我害怕 很漂亮的女生 因為那個彈得很漂亮 她會好像那個美人魚一樣 包括她可能會偷偷跑 而且你要很多錢嘛 要養 要跑養 很漂亮的東西 你怕是養 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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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原因 對 很多原因 因為那個漂亮的 所以我們害我的國家 不要去捲那個很漂亮的女人 你看 Dependent很漂亮 這個是漂亮的女人 我不要捲這個 不要選這個 不要選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 你要找一個很醜的不會跑嗎 沒有 對 你要捲比較多一點 這樣 要捲這個 捲這個你又會放心嘛 然後 她會做家裡的事情嘛 什麼都會做 她不管是你沒有錢 不管是你太常常在家 她會照顧你 照顧小孩子 照顧你走家 很漂亮的 你對不起 你要用人還是要老婆 我要好的 用人 用人 對 她要跑得用人 她要不會跑得用人 她要不會跑得用人 如果真的有這麼完美的女人 她為什麼要嫁給你呢 對不對 在某一程 你知道像我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耶 我們說 就是譬如說校園裡的校花 或者是那種 長得真的已經可以去做明星的 其實像那種什麼情人節 或是什麼花語 季情它都沒有花耶 因為每個男生都覺得說 一定有很多人送 會被淹沒在花海 但是也不能醜 就是所謂的中等美女就是清秀 我是算笑花級的 你看不出來嗎 我跟你講 我都沒有花 怎麼樣 你學校只有一個女生嗎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 最討厭的男生 最討厭的女生 所以我就是講你這種 你就講我這種 對不對 我們探討還有各國 最不受女人喜歡的男人 我們來聽聽看 要公平嘛 要講男生 對 要講男生 先出來來講 我覺得我們在英國 最討厭那種男生的就是 你什麼都懂 你什麼都知道 你什麼都比別人厲害 是要能得很有那個 對不對 你講的是我們那個 政治節目的評論員嗎 那不是 大行人知道 別人分家產他也知道 什麼人討厭他也知道 什麼人拔掉他也知道 大行人知道 大行人不知道 而且他都在現場 他都在那個偷行的車上 或在他們賄賂的那個大廳裡面 坐在旁邊 那天聽馬國畢在聊天 有馬國畢上司 他們很熟 我那個前一天鬧新聞 我也在家裡跟家裡人 看那些評論的節目 我看了自己都覺得好可怕 我們全家坐在一起 都沒有發生事情都在講 然後說好像他們也是在我旁邊一樣 對 看到我怎麼燒炭自殺 什麼都打行人災 你現在講的是不是這樣 不是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個朋友 英國的男生的談判 講得好多這種的 真的是好多這種的 譬如說你就跟他說 我賣一台色紙 我們來說別名大名好了 隨便 你賣一台色紙 我賣得五十萬 你薩家燒得到五十萬而已 我要幫分薩家燒得到四十二萬 你就聽得就是要不信 那你等一下 過幾天你在那邊講的 我賣一個聶戶的房子好了 一瓶我薩家燒得到四萬塊 他就回到他說 四萬塊而已 我要幫分薩家燒得到 一瓶七萬塊 你到底會不會買東西 你等一下玩股票 我贏四百萬 你才贏四百萬 我都贏八百 我贏六百耶 然後你蓋電子就說 股票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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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我輸得一千萬 你輸得一千萬而已 我輸得一千五百萬耶 那什麼都覺得要跟你拚啊 你知道嗎 真的是 有這種人當然講 就只有這種人 所以我告訴你 你跟到這種男生的 我們女孩是跟到這個 就把就... 閃遠一點 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你 因為這種男的 我就是覺得是出一個嘴巴而已 但用的原因就是覺得他很厲害 這種男人 對啦 女人可能討厭他 就強過頭 很討厭這種男人嘛 所以男人也討厭 我覺得別人 男人也討厭 男人也討厭 他很實在 你如果這樣講 我會跟他說 好 我要去山樓跳 搞不好他要說 我要去水樓跳這樣 愛比喔 對...剛剛這樣講 我們乾脆來做這個整理好了 好 我們先說最不討女人 喜歡男人的類型 第一名 第三名 當然從第三名看 第三名 女人煩惱的時候 在女人煩惱的時候 在女人煩惱的時候 不聽她傾訴心聲 是嗎 郭乃馨為什麼平平點頭 很...很討厭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因為她老公只有 她老公只有24小時 Jack out 你知道 因為黃國人是個藝術家 你知道女生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 分享心事的女生 看得出來... 其實... 看得出來 這個台灣就是... 我又不是跟你清楚 你關我啊 就是... I'm so lucky 對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 像Alex這樣子 像他這樣子呢 其實基本上 他們是不太願意 傾聽女生的心事 這種男生呢 基本上都不要選 可是你知道我選了黃老師 他也不傾聽 不是 黃老師他是一個 懂得傾聽的人 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藝術 所以當他不這樣做的時候 我才會生氣 就是他聽得懂的時候 他真的很懂 他可以一句話就講到 你馬上就很窩心 然後馬上掉眼淚 可是你知道他最近 一直在看那個反恐24 就像瓜哥說的 每天 每時 然後他可以從 一天把一記看完 然後每天都是Jack Bauer OK 我現在最大的情敵 就是Jack Bauer 你知道女生那時候 會覺得很瘋狂 就是到你們 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非常孤單 好 他已經列入我們最不喜歡的 那我們就把他寫進去好了 而且我們回家 其實我還有常常 柔安會被 怎麼樣 常常那個柔安會被我罵 就是這樣 我們回家總是要安靜嘛 因為上了一天班 對 回去就洗澡早上看電視 體育台 看今天求誰 所以是 而且一進門就開始跟你講 不是 他會很奇怪 他永遠就會拿個東西拿水果 他體貼你 倒茶 他永遠在 那永遠就擋到你的鏡頭 對 你今天換個位子好了 他也過來 又擋到你的鏡頭 永遠在擋鏡頭 然後他會跟你聊一些事情 是在你看那個劇情片的時候 最重要的時候 對 他跟你講今天發生什麼事 你要決定怎樣 休戴了 我在看節目 你知道嗎 這種女生你也要跟他講 那時候要看男生 是時間的問題對不對 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他在忙他的事嘛對不對 這樣 我最討厭 如果一個男生講話 他都離不離的 昨天他講話 一直玩電腦 我就去看電視 好像是沒聽到 就在講瓜哥嘛 沒有 我有在聽 其實雙子座有兩個人 他可以一面看一面聽 真的假的 對 就是講的半天 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講了什麼 也不知道我開心或是不開心 可是男生如果我們看電視 或是看連續劇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時候 他就一直盼盼 一直講話... 如果我們鼓勵他說 有沒有聽我跟妳講話 他們還會很大聲提醒我們 妳有沒有講話 可是我們都不想聽 可是也是都很有禮貌的說 有啦 我就聽 可是真的有聽 就女生跟男生 就吵邊這邊 我們男生也會這樣啊 那女生一直... 我自己也是啊 就看 因為我工作是大部分 我會做這樣子 然後一直聽 我都看不到的 我耳朵一直聽 然後我都在家裡 老婆一直講 然後我在看電視 可是真的是在聽喔 那是妳 然後對我說 到底有沒有在聽啊 有啦 再說啦 可是每次看別日這樣講 我終於有一天忍不住 我就要去他家去 像老師一樣 家庭訪問一下 我真的去他店裡看了 都他在講 那老婆哪還在講 牛肉麵是滿好吃的 因為他很辛苦 還介紹廚房給我們看 我覺得他老婆還滿好的 都沒講什麼話 對啊 都你在講 他不敢講啦 我在的時候他不敢講 因為他 都是你在控制啊 都是你在控制他 那個...沒有 那個地方都是我的地方 你現在就叫做店 沒有 因為他喝酒 他要給你面子 沒有 不是 真的在變 其實最好的是何睿遠 都會聽老婆講什麼對不對 這個有個觀點 大家還沒有說出來 就是說我看過一些心理學 那個傳位 她寫的那個書 她說這個女性在講話的時候 常常就是講講講 很多困難 很多困擾 但是她不是要你男的提出答案 她不要你提出答案 她只是要你聽 對 我們男的提出答案反而是錯誤 使她更生氣啊 沒錯 那你不講他會不會說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講 沒有 有... 你跟他去到那邊 然後那個輪胎破了 然後沒有人幫你那個 然後那個農夫出來 然後他有需要怎麼樣怎麼樣 有...我聽了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我覺得你這樣 多敷衍 這多敷衍了吧 很好像我也常常這樣子 一回家一下班 我就到車裡面 我就一直會唸 今天...我今天的過程 我真的很... 就是不開心的事 我會唸給他聽 如果他是給我意見 我就很生氣 就會吵起來 這時候他只要說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心裡很難過 他不要講話 只要給我... 他不要講話 叫他坐在旁邊 就聽聽我講就好 可是你要聽我講 你就不要講話 如果你講了 你就會... 我就會跟你吵起來 你知道對我們女生來說 其實我們的丈夫 是我們最希望他了解我們 懂我們的人 有時候我們講 不是為了要煩你們 其實你們也不用說 你們就...可能就拍拍我們 抱抱我們 就秀秀就好了 就說老婆你辛苦了 然後就說那沒關係 人家欺負你 老公疼你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沒錯 對啊 你可以繼續看你的捷克包爾 OK啊 好 我們接下來看看呢 我們藝人一編嘛 最不討男人喜歡的女人 這樣探討就公平了嘛 第三名 無法獨處的女人 何睿源 這個真的是令男人受不了 就是有一些 就是譬如說 他們就是跟你講 什麼你老闆說你要去高雄三天 那家裡那些陪我 那我是不是要回娘家 還是我乾脆去苗栗 我幾個朋友 我家個民宿 我們住幾天還是怎麼樣 你不在家 我怎麼留在家裡 他完全沒有辦法獨處耶 最主要他看電視他一個人看 他沒有辦法一個人看書 他隨時聽到一個 因為每一個大樓總會 總是會有一點奇奇怪怪聲音 或者樓上有人敲什麼 是不是我小偷又衝進來 他不敢住啊 那這個問題 你就看你在交往的時候 有一些女的 就給你這個瞬息 他交往的時候 他說今天下午 我本來有安排什麼樣 但是現在下班 我沒有事情可以做 我本來要這個部分 那個不行 那個不行 那你晚上要來陪我 他強向講這個話 你就要很小心 你就上勾了對不對 你就一直以為他喜歡你對不對 你以為他喜歡你 其實他這個依賴性很強 來 我們接下來看的男生 最不討女人喜歡男人類型的 第二名 來 請看 評論 怠慢他的家人 這個是真的很嚴重啦 不行 你看...你的媽媽 不是我在說她 你那爸爸怎樣怎樣 對 對不對 很不OK 那個傲慢到程度的 不行 我們來請 Kim來 OK 我要說 原來... 等一下 好怕 你現在是政治評論員 還現在是政治評論員 原來你公公是他喔 不是 不是 我先生... 我先生的港相 跟蘇貞昌非常像 真的喔 重... 但是他的個性 我先生的個性 像好隆斌 你看他多厲害 都不...都不傷害他 都不得最嚴重啦 像他剛剛跟我結婚 回娘家 我家人都不跟他聊天 但是問題就是說 跟他是沒有什麼話題 然後西方人一般來說 我看到你 我跟你講話 假設說那個話題不熱起來 過了兩三分鐘 那我就移到 另外一個人的身邊 就對了 所以我先生真的 剛開始滿可憐的 他來我家 就跟你講頂多兩三 兩三分鐘的話題 久了他就說 去我媽家 不過我要保護我家人說 這是他跟我姊姊 我姊夫跟我一些親戚去 那個...看那個洋雞堆 比賽 看棒球 所以他沒有對他那麼的壞 但是確實是剛開始跟他講話 就沒有辦法 沒有話題主要是這樣 那所以就是我先生說什麼 我都會保護他說 對 我家人不太好怎麼樣 可是他卻不一樣 只要我說到他家人怎麼樣 這是不可以 會反彈喔 對 你千萬不... 他自己可以批評他自己的家人 對 對 那我公公他的特色就是 他很有脾氣 然後他是非常保護 家裡的一個人 但是他有些表現 因為我們西方人 根本就是很不禮貌 比如說不認識的人 打電話進來 聽了兩三句 就跟你掛掉 你知道嗎 他就...他是這樣的人 所以有時候會批評這樣 可是久了就說 好好 不要講啊 不要講 但是真的那個天來保佑我 因為去年他回來 他一個很久以前的朋友說 我去機場接你 那這個人他從十幾年前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跟他見面 所以黃瑩一開車子 到桃園機場來接他 大家很開心 然後我們都上車 他跟我先生兩個在前邊 我跟兩個孩子在後面 結果那個... 我先生跟那個人說 黃瑩一怎麼那麼久 不跟我聯絡啊 他說 其實我一次給你家打電話 可是每次打電話到你家 空 我就聽到 或只聽到一個男人說 公公掛電話 所以我跟兩個孩子在車子後面 你現在還在公開討論 你還公開評論喔 我的歷史應該是同大一樣 可是我就是覺得像我媽媽 我媽就是脾氣很大 很會爆炸 大泥人的味道 然後我從以前就說 我好像我媽一樣 我的可信跟我媽一模一樣 我整整回家 我從以前就整爛 我跟我媽的可信 真的是一模一樣 可是我就是覺得 這個是我講的嘛 從以前說我媽搶電話以後 我就看電話 我媽怎麼樣 我一直在那邊拚命我媽 可是就是她說的 我是她女兒 我可以這樣 所以導演我老公跟我吵架 就以前就是動不動 你看看 妳跟妳媽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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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阿花是我講的 我知道我跟我媽一模一樣 我長辣妳不一樣 我一直懂不懂 但沒有辦法來贏我了嘛 因為講話我已經 發音比較快了嘛 這個就不用想了 所以她就是 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給我吐這句話 妳跟妳媽一模一樣 妳看... 做這個妳媽一模一樣 那麼多年 叫她不要這樣子 就不停嘛 她還一直避免我嘛 沒關係 到一天 我必須要已經講的 我公公很好 我真的很喜歡妳 所以我很喜歡 可是我必須要擁妳 我必須要擁妳 把妳兒子的嘴巴逼下來 所以我來 爸 真的是真的 我不要生氣了 可是後來有幾次 我學會 過好幾年以後 她跟我講這句話 我像我媽一樣 亂講 妳也來一個妳爸 一模一樣耶 妳還敢講我 我跟妳講講一次 兩次 三次 重來這句話 就收掉了 就不講 因為她收音知道 我不舒服的地方 是在哪裡 可是妳可以回答 妳說像我跟我媽媽一樣 我跟我媽媽有什麼不好 對啊 好多幾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的妳兒 那妳自己都否定掉 對啊 所以我跟妳說 可是她可以講 她老公不然假 她老公也批評到她的媽媽的時候 其實那種雙倍的傷害 那如果批評妳的朋友呢 SENTER 妳看 妳的朋友都是這樣 像朱鵬狗 每天在那邊搞的 都是喝啊怎樣這樣 不好 會嗎 所以我跟妳說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毛病 跟她剛才這樣 我知道 我朋友的壞話 我不要回去 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妳是我老公 妳今天跟她參一起 妳今天回來跟我說 我昨天跟Alex參一起 妳知道Alex都滑了嗎 她才有命活得活得到不行 後來跑一個小妹很漂亮 就跑去一個威哥那邊 怎麼樣... 妳好 今天要倒露我們的名字 等一下 我不相信現在就來了 我太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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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等一下 妳如果回去這樣子跟我講 妳是不是老公 妳在返鄉跟我聽 妳在好朋友那邊怎麼樣 可是妳過一個禮拜 SENTERA 我今天晚一點回去了 我要跟Alex輸進 我要不要在家裡 所以不早了 等妳到底 我要不要在威哥的房間那邊 我老公什麼時候回來 不是 她講得沒錯 一個男人最笨的就是 跟老婆釋住她的整個 好像忠誠什麼都可以聊 妳知道嗎 今天我那個朋友怎樣怎樣 她老婆竟然不知道 她用這種方法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發現不對啊 她怎麼都知道我們男人的伎倆 妳跟妳旁邊講越多 妳其實是死的更多 對 我覺得這個不必講 來 第二名呢 我們看一下 最不討男人喜歡的女人類型 有控制於想要改變男人的女人 孔雁你要講 對... 你講 來 請說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 是妳自己吧 對 我有一個朋友 她愛控制她的老公 她不論她一天要去哪裡 要裝什麼 幾點回來 她要經過她的同意 經過老婆的同意 是 經過老婆的同意 台穿 台穿 妳要去哪裡 幾點回來 她要給她講 好 妳要裝什麼衣服 她會自己幫她捲 她的樣子 然後後來 包括她家裡放東西 比方說花 什麼擺 她一定 只有她要管 她不要她的老公動 然後 這樣的 她的老公受不了 後來她的老公 受不了這個 因為愛管世界上 受不了 然後他們兩個 就離婚了 就離婚了 那這控制也太強了啦 什麼都要控制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想要去改變 那一個人 不行... 你要去改變那個男人 有些時候他那些習慣 對很多事情的看法 對於美的看法 如果你每次都要去調整她 她就覺得你在控制她 應該是說影響她 不是控制她 也不是說想要改變她 你可以用你的愛的力量 這種東西影響到她 她會覺得很溫暖 慢慢就融入在你 你所想要的 來 我們看看 最不討女人喜歡男人的類型 第一名是什麼呢 是什麼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謝謝 愛催促女人做家事 大男人 真的 有嗎 會嗎 小米 因為我老公是非常愛念 因為結婚前 他一直常常提醒我 因為我婆婆是中學老師 那老師就是一個毛病 就是會念 會...就是一直提醒小朋友 什麼...就是學生 他一直跟我說 我媽媽是老師 當過三十多年 然後呢 我婆婆的 就是媽媽的個性 就是一直會念 就不要放在心裡 就聽一聽就好了 可是呢 結婚後發現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婆婆是會一直念 反而覺得他很會念我 像比如就是 很愛管我的廚房的事情 因為廚房是屬於我的 然後呢 他就很愛管 我的冰箱啊 廚房裡都打開來 就會開始罵我 然後剛好前...就是前一陣子 就打開冰箱 確實我...我發誓我錯了 因為我買菜 然後我沒有把它用包著 包起來包好 然後菜放在那邊 真的確實壞掉了 然後就打開開始 就一直念...我就說 這是什麼東西 這算是蔥嗎 然後就...就一直講說 就根本就是樹吧 這稻草吧 對 就是說是稻草吧 然後我就說 這是我...確實我沒有顧好 我就沒有話講了 然後又有一把...一包就是那個 妳應該直接就自蔥啊 妳就自蔥 怎樣 我是生啊 可以啊 不管我屁事 妳捏開我的廚房 他就一直念 然後覺得很浪費他的血和錢 因為這都是錢嘛 然後又剛好一包是 可是那裡面我沒有洗 可是那裡面可能一點水 然後放了太多天了 然後這確實爛掉了 都很臭味 當場放冰箱變A片了嗎 就變臭掉了 然後我老公是大概十多年 就是筆塞過敏很嚴重的人 還聞得到 他聞得到 他平常已經臭到 他都筆塞都聞得到了 對...然後平常他就是臭味幹嘛 就垃圾車經過 就臭的鑰匙他都聞不到 結果就開始說 臭死了怎麼怎麼樣 他說筆塞那麼多年 第一次聞過那麼臭的味道 鼻塞通了 你應該叫他感謝你 對啊 對啊 你家庭店真的不得了 你冷受不了了 對啊 真的 真的廚師受不了 對 因為昨天的 你一起來 然後你的鑽 對你的骨子 這個就是一分鐘就OK 可是你這個冷費錢 所以我剛才就跟他講過 這個重他絕對不能丟掉了 你現在知道多重要了 所以我承認說我自己錯了 可是你自己真的有時候 在外面一直可能就應酬 我也跟著他去應酬 可能在外面吃 真的也在家裡比較少煮 我自己也忘記冰箱有什麼東西 這個我錯了啦 好啦 我自己吃好不好 你為什麼 我吃好不好 講到我老公也跟小米他老公一樣 就很會催人家做家事 就是 就像大家我同事啊 我家人 包含他家人都知道 我老公很好 對我超好的 就是我下班過後 他會煮飯等我 就是他自己 他會煮飯給你 對 他 我們家都是他在煮飯給我吃的 可是他很好 除了煮飯以外 什麼都不做 很好 那你也應該做一點啊 很差的你做就好了 對啊 可是其實我很希望就是說 你的鍋子洗好的時候 你就那個瓦斯爐 你就用濕的布擦一擦 這樣子就比較好洗好清洗 但是他不是就丟著這樣子 我就要 因為他又來 同意做啊 他煮飯啊 你就是 你就是習慣了 對 你不曉得 不要再講了 對 這樣不是 OK OK 你已經有飯吃回家 你還要吃飯 對 你要他煮飯 又要他習慣 沒有OK啊 我不需要他做OK 我可以接受 你不要一直催我 你要給我時間 你要給我慢慢做 一件事做好 一件事做 我洗碗了 他就說 等一下你要掃地喔 拖地喔 等一下你要帶小 讓我們家狗狗去大便喔 什麼就一直一直的 我沒有做好一件事 結果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開始了 所以妳有壓力是不是 對 就我要慢慢的做 但是我做好以後 我就說 有一天 前幾天啦 我就是做好了 他就... 我就進去洗澡 洗澡他就在 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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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要獎勵你了吧 他要獎勵你 沒有 他就喊進來 我洗澡的時候 他就說 老婆等一下你要幫 我的褲子破了 明天我要穿了 補一下 幫我縫一下 幫我縫一下 沒有 我說好 等一下好不好 等我洗澡好了 我會幫你縫 你幫我找線跟針給我 他說好 OK 他就幫我找針跟線 他就把針插在那個床上 好危險喔 他就把針這樣子 可是沒有穿那個線喔 好危險喔 他就等我洗澡出來 換好衣服 我就要... 要幫他縫了 但是我就找針找不到 我就找了很久 就一直找找不到 那妳問他 對啊 他也來幫我找了 兩夫妻 他忘了是不是 他忘了 兩夫妻為了一根針 找了很久 找不到 算了 那就用身體去找啊 照點來了 那最後放棄了 就拿新的 幫他縫一縫 收好了 可是晚上睡覺 因為他習慣就是穿內褲而已 睡覺 晚上剛好他睡的時候 很痛耶 是翻身的時候吧 沒有 他睡覺 他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老公那個人睡 從...如果說成十點睡 可以睡到明天早上 他一覺就醒 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他不知道 地震天塌下來 他也不會醒的 那他早上起來 他就說 老婆 我屁股是怎麼了 他旁邊 我屁股怎麼了 好痛 怎麼了 是發生什麼事 他叫我幫他看 我就把... 一掀開看 那個針就這樣 斜斜 好危險喔 這樣還可以睡 厲害 我就奇怪 然後我說你是死豬還是死人 他就說 我根本不知道 他就說他根本 幸福喔 對啊 這種人真的很幸福 沒有 太幸福了吧 還真好笑說 這就是你老天爺處罰你的 一個方式 妳呢 我是... 我對一大全部都是 像我一個鄰居啊 就是兩... 就是夫妻兩個都上班 可是每次回來的時候 老公做假事 她的太太就 她就來我家跟我聊天 她煮完以後 煮飯以後 她老公就會來找她 去煮好了她就去吃飯 做這個就算了 因為有一次我去她家說 她婆婆就用手洗內褲 可是我覺得她婆婆那麼亂 應該不可能那麼漂亮的內褲 那我就說 媽媽妳內褲很漂亮 她說不是我的 是我幫那個媳婦幫她... 婆婆幫媳婦洗內褲 對 洗的 後來我就跟她說 如果我一到家中婆婆的話 我都不用去廟 對啊 我每天拿香掰那個婆婆 真的 因為比媽媽還要好 一般的媽媽也不會洗啊 因為想說70歲阿嬤還穿丁字褲 原來是媳婦的 來 第一名的 最不討男人喜歡第一名的 女生 太愛賣弄風騷 展現身材的女人 我們知道 全部的洗太多就不好 當然是 我自己也是愛看 可是太超過的時候 我們就是看 就好像 不是真的眼睛打開看 真的會嚇一跳 一下 比如說一下看到一個 全部包好的 一個旁邊沒有 都是露的 真的會嚇一跳 然後我一次有這個 一個朋友從國外來 然後我們去外面 那個是夏天的時候 然後朋友 我就戴了太陽眼鏡 然後我們就開車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眼鏡很痛 他說真的太陽很大 我說對 可是地上也很亮 所以我就戴太陽眼鏡 他說他還不懂 一直講 我說你看 鏡子在那邊 他還不懂 就出來一個 這麼大 然後穿得這樣 然後摟得這樣 我自己在車子上面 我想 拜託你還能穿喔 你還要穿這樣子喔 這種就是這種女生 真的我看到 不要客氣 在那邊看得慘了 這我找到是你 是你喜歡的 那種是不行 太超過了 來 Kim OK 我要講 在美國我們說 男人喜不喜歡 母老虎性的女人 還是性感 性感 男人自己會說性感 可是 實際上是母老虎 為什麼 因為母老虎 她的婚姻跟一個男的 會維持長久 那性感的女人 比較麻煩 我們從很早以前 我先點出來這個 Marilyn Monroe 因為她是五十年代 美國最...最有流的美女 那大家知不知道 她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要去秘密拍 事實上這是半夜裡 對... 但是她半夜裡拍這個... 這張照片就是因為 很多男人會來看她 那沒有人知道 半夜裡還是有 一千五百個男人來看 所以這張照片拍的時候 旁邊有一千五百個 對... 這是在Cony Island拍的 而且她的老公 是Joe Dimashio 打棒球的 非常有名的 洋基隊的 洋基隊的 然後 就是因為這張照片 他們兩個結婚了 真的啊 對... 所以這個就造成 她婚姻的 拜拜結束 第一段婚姻的結束 對...那是早期的 那我們往到前邊就是 比較現代化 這就是Diana 真的 那美國人是非常愛她 這一次她來到白宮的華府 跟我們美國非常有名的演員 叫John Travolta 她很會跳舞 那就是拍這一張 然後大家都覺得她很瀟灑 很漂亮 但是Diana從她結婚十九歲 一直她都是媒體的焦點 她都是人所愛的 但是自己的老公 看她不順眼 那那個Charles 她確實喜歡Camila 所以我就說 大家會看得很諷刺 也很矛盾 就認為說 怎麼會最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她就是 後來跟她結婚了 對啊 美女啊 就 不討好 對啊 很多人不喜歡很美女 那就是董哥的 講說法一樣 對 所以她前面長得 太漂亮 太漂亮 她很多人不喜歡美女 我覺得是每個人 要找到適合對的人 有的人喜歡自己老婆打扮的是 不要讓自己沒面子 有的人希望自己老婆包得緊緊的 對不對 有的人就是把錢賺了 希望老婆多買一些東西 有的人就希望老婆都省一點 這個沒人要找到對的人 就對了嘛 對 對不對 所以有這麼多其實 每個人個性都... 一種米養百種人 每個人個性都有啊 但怎麼樣去找到你適合的對象 才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夫妻才能夠繼續走下去嘛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瓜哥 謝謝 謝謝 快來幫我們安算 還有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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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拜託 我們再次拜託 我們到託 我們到託 我們到託